走进中国文艺重温经典记忆 鸡宫的传奇从清代开始流传 却因为当代一位表演艺术家的精彩演绎 而家喻户响 有人说 他的一生都是为了这一部戏 在做准备 也有人说 他的心里一直有一个广洁善缘的技工 本期中国文艺向经典致敬 著名表演艺术家游本昌 走进中国文艺 重温经典记忆 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你现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文艺周末版 向经典致敬系列节目 本期节目的致敬人物是 著名表演艺术家游本昌 蟹儿国 毛儿国 身上的佳裳国 你笑我 她笑我 你把颤儿拨 烂我的婆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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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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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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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啊走 走啊走 那里有不停 哪有我 那里有不停 哪有我 烂我的婆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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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 由本康老师 做客中国文艺周末版 欢迎 由老师 欢迎您做客中国文艺周末版 请由老一幕签名台 为我们写下一句 您心中的座右铭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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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纪世卫宫》 红衣不二 请签上您的名字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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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请游老舞台中间 今天呢我们向游老致敬 同时还请来了两位 三位致敬嘉宾 一位呢是著名向上表演艺术家 好爱民 让我们欢迎好爱民老师 还有大家非常熟悉和喜爱的兄弟啊 表演艺术家刘潜丽 刘潜河 欢迎你们 欢迎你们的到来 谢谢 快拍摩 看看我们幼儿园的小朋友们 又跳舞 又重新唱 技工里面的主题歌 我不知道您看到之后 您心里是什么感受啊 其实激光这个电视剧 已经是三十年前的事情了 1986年的除夕 到春节 前六集激光 首映 到现在正好三十周年 没有想到 在三十周年的时候 又听到这首歌子 它是我们传统的文艺里头的 一个非常鲜明的形象 它的故事是中国的故事 现在正好是发扬 中国人物 中国故事的时候 所以我们的小朋友们 又把它接受下来了 让我非常感动 这个延续的 是我们中国的传统文艺的精彩 也是因为您的这份敬畏 激光这个形象 才能够鲜活地 在三十年前 在银瓶当中被我们看到 这是我沾光了 这是我的福报 因为这个形象 在我十岁以前 我家里就有一尊小的 激光的瓷像 所以我是小时候就接受这个 另外小学四年级的时候 在昆山听过 江南活激光 苏州平化演员 沈孝梅的激光传 当时我小学四年级 刚十岁 几乎每天放学 就往那个书场跑 就听 听完了回到家里就模仿 所以这个呢 种下这么一个音 八十年代以后 我已经从事文艺工作 演员工作三十年了 当时呢 就想着总要有一个 过温到五十了 三十二厘啊 到五十我还在跑龙套 怎么办呢 总要有一个 后来想着演激光 想演激光就有机会演激光 这事这么巧合吗 没有 当时还是一次 就突然就 报上就发表了 这是 严顺开 在浙江 发表了一个 说他要演激光 一下子 吴爱人就拿着报 你看 你真是个不走音的演员 所以我当时 心想 以后再等缘分吧 结果到年底的时候 我在大连演出 接到个电话 家里说 上海来人 说要想让你演激光 我这一听 非常高兴 但是我后来一想 这怎么回事啊 是不是啊 这就是 就 心里有点那个什么 所以 一下子我并没有接受这个角色 因为 还是我那个不愿意跟人家争强 不愿意这样 那后来为什么接受了呢 它是另外一回事 因为 他接的那个机构呢 是一个省台做的 我这个呢 是一个 是上海电视台 跟杭州电视台 要做的 这是一 那后来呢 我们单位还说服我 说哎呀 这个是 是人家来找你的 不是一家 是吧 再说你已经武士过了 你应该有个大骨头了呀 接受吧 后来我就接受了 是这么回事 终于啊 如愿所长 那有了这样一部电视剧 也有了我们 多少年的 几十年的美好回忆 这出戏里 有老师的精彩表演 来我们一起回味 天儿婆 猫儿婆 身上的家傻婆 你笑我 他笑我 一把伤儿婆 我 margins 无烦无脑 没有跳 在演练 得 hit 走嘛 走 乐啊 乐 那你胡平哪有我 那你胡平哪有我 刚才我们看鸡公 有几个贴身的宝贝 其中就有我手里拿的这个道具 一把破扑扇 还有一个酒葫芦 我觉得我拿着它特别不像 您咱给原汁原味的拿一个 鸡公是怎么拿扑扇的 鸡公扇子 酒葫芦 应该是它的原配 因为这个造型也是这样的 这把扇子 实际上是它的四肢的延伸 是不是 拿痒啊 挠一挠啊 太打 太打呀 哄哄蚊子呀 是不是 你怎么回事 你看 带我的手 像手指一样的作用 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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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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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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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 它是你的手势的延长 所以这样呢 就能把它用活了吗 嗯 可是我们觉得这扇子吧 已经破破缩缩的了 就您这几集演下来 这扇子还不就称个骨头了 因为这个扇子使用的结果 它是一个消耗道具 嗯 一把扇子最多拍两集 基本上是一集一换 因为像这样就不能用了 那太破了 太破了 对对对对 我们这个道具做得有点过 对对对对 因为它这个戏呀 只能是从这个里头做 做决问 然后只能 没有什么其他东西可以依赖 所以只能在扇子上啊 帽子上 鞋子上啊 这个葫芦上啊 给它 给它这个想办法 嗯 平常就 就 就 就这么用 把它用 用熟了 你需要说 是吧 一叉 你再干别的 是不是啊 等等吧 嗯 所以这个呢 它都得是自己来做的 因为我是这个人物 我为我自己做 这样的话呢 演戏方便 嗯 多么生动的讲解 而且我发现这扇子 一到尤老师手里 就鲜活起来了 那么当一个角色 画在一个演员心中的时候 那一招一试 一点一滴 能不抓人吗 所以接下来 我们通过一个短片 再去感觉一下 尤老师在电视剧 技工当中的细节演出 来 我就讲 你的声音 干什么 刀磨磨快 神 尖 病 我去找你 世事刀锋 哎 师傅 师傅 给钱哪 要钱 给钱哪 那我可没钱 没钱 还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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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师傅 拿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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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我 拿走 拿走 这里也给我 封和尚 这个和尚 刚才那个例子 就是馒头 一抓五个黑印 这个是传统的 这是《机公传》里写的 原小说的原情节 我们的《机公剧本》里头 也是这么刻画的 但是我作为一个演员 我就接受不了 为什么 因为这个是赤白石 敲珠杠 那不是最后又反馈去两枚 对 但是后边这个镜头 是我加的 是我向导演建议加的 这个就是什么 我们向经典致敬 绝不是无条件的崇拜 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就讲到对待经典 取习精华 气急遭博 《机公》这个小说 它前面有一个前言 认为机公是游民文学的代表 所以它里头有切吃白石等等一些消极的 其实这些东西不是我们传统的技工身上应有的东西 而是一些民间的艺人 根据自己的意见 增加一些笑料什么东西 其实这是传统文艺上的一些灰尘 我们可以通过我们把它弹掉 我们要做一个积极的一个技工的形象 所以前面我演 演完之后我就让导演加这么一个镜头 吃完了我给你逗一逗 然后拿下 扔回去 这个小业主一看 这个和尚是个好和尚 我相信这是尤老师作为一个表演艺术家身上的那份责任感 所以一个小小的细节 吹钱币的这样一个细节 让大家潜移默化地就知道 特别是那会儿很多年轻的观众知道 我们不可以白白地拿来要还给人家去 这是多么自然而然的生活的教化 我特别想请台下的三位嘉宾也聊一聊 因为我相信你们对尤老师的表演太熟悉了 郝老师先说吧 郝老师那是名副其实的表演艺术家 他演每个角色呀都是体验的 表演体验拍 所以他这个人物有骨头有肉 有看头 内心的善良 跟他自己的生活当中的为人和交朋友很有关系 他有一句名言叫君子之教淡如水 我们很少往来 年轻有个问候 但是心里都有 他平时也不怎么吃酒 也不怎么吃肉 他吃素的人 他演这个人物是活了 说进入人的这个思想境界里 人一看相信 所以我说 咱们这个栏目叫向经典致敬 我说要向创作经典的艺术家致敬 我觉得在尤老师身上体现了两个字 用心 一把扇子 一个眼神 一个动作 都是用心去创作 虽然剧本给了你 但是尤老师二度创作 把这人物创作得活灵活现 我相信是这样的 就像三位嘉宾说的 根基是尤老师的那份善心与为人 刚才尤老师在言语当中说 50岁了 其实51岁才演了 季工这样一个角色 真的是一份 很久很久的缘分终于实现 那么这个缘分实现 还得以1984年春节联欢晚会上 尤老师的一段比好演 您记得吗 没关系 我们看段资料带您回味 吓唐 谢谢大家 这个名誉是怎么 登上春晚的 您还记得吗 当时在82年 83年的时候 因为我也是 快五十了 还没出头 一直到83年的8月25号 搞了一台 搞了11个节目 就是我的这台雅剧 就也能够正式演出了 我们的导演 黄一鹤看到了 他就要了我的节目 那林玉是其中的一个 11个节目 全部是我主演的 那么这就一上 春节晚会 84年春节晚会 一演完好了 我干了几十年的话剧 人家不知道 这一晚上都人问 我是雅剧演员了 那不管怎么样 一夜之间家喻户晓 对于您来说 您刚才不是说 都快五十了还没出来 这终于出头了 是不是特开心 对 这就给了我一定的自由权了 我就可以不靠着 那个铁饭碗了 看得出来 尤老师终于找到了 自己的方向和定位 也没有定位 反正是 更广阔的舞台 台下的 刘全力 刘全和老师 当然郝老师 我相信也是 一直这么多年 都在坚持着自己的选择 对于尤老师的这份坚持 我相信你们应该是感同身受的 其实我们俩呢 也是从舞蹈杂技 最后到滑技 到雅剧 就像尤老师说的 只有一个团队 综合的 你才能去演出 你自己单独演是演不了的 特别印象最深的 我们跟尤老师参加 94年好像是 上海雅剧节 对 我们在一块同台演出 以前也同台演出 尤老师当时演的是一个芭蕾舞 拿了一个凳子出来 那种跳那个天鹅 最后那个天鹅之死 那个 真的很棒 也是接近了将近50多岁了 一直在努力 一直在自己的那种 就是不服输 永远往前走 往前拼搏 给我留下印象特别深 所以说我到现在 一直在坚守着 这样的演出 我觉得 作为一个演员 要有不断地追求 有自己的梦想 而且通过自己的努力 想把它实现 特别像老艺术家这样似的 学习好多东西 谢谢 我看了 这种梦想是乱乐的 也很重要 我看了 这种梦想是乱乐的 我们在坚守 就在坚守 这种梦想是乱乐的 我看了 那种梦想是乱乐的 我看了 什么梦想是乱乐的 这种梦想是乱乐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今天我们也通过 这样一个简短的环节 其实也是像雅剧 像尤老师一直坚持了 这么多年的一个艺术来致敬 就像您说的要感谢雅剧 确实这份感谢知情 尤老师也画在了 自己的行动当中 自己筹资 拍了52集的雅剧电视剧 叫《哑然一笑》 其实这都是您对雅剧的 一份爱的表达 而且您对雅剧的钻研 其实咱们在电视剧 技工当中 也能够感受得到 因为雅剧的深厚功力 才有了那么鲜活的技工 想不想再回到电视剧里 去看一看的 好 我们看个短片 谢谢大家 多好 谢谢大家 好 小我本 小我爹 酒肉传长过 南无弥陀佛 南无弥陀佛 这部短片当中 我们看到了很多 有老师大快朵頤的镜头 说实话看得我特别有胃口 观众朋友们 你们馋吗 真的是 我小时候看这个 我就特别想吃鸡 而且就是用白水炖了 吃有老师吃的那个鸡 当时咱们剧组伙是这么好呢 不 只有鸡弓才能吃得到 说没场 您怎么直摇头啊 尤老师 道具里的肘子呀 鸡呀 鱼呀 鸭呀 肉啊 是不能吃的 因为那是道具 有些不懂的演员吃了就拉肚子了 我们这个鸡弓呢 我也没有想到 这个要吃肘子 这个肘子呢是头一天下午 买来的 因为当时是夏天 三十九度的高温 天不亮就起来拍日出 然后上山 拍山上的戏 拍完了之后 下山的时候已经黄昏了 到了山脚底下 演这个烤这个猪肘子 点起火了一烧 确实一股香味透露出来了 然后就开始吃了 这一咬 一咬发现臭了 肉臭了 皮虽然是还在 但烤出来的香味是有 但一咬 臭了 怎么办 倒也就吃吃啊 吃吃啊 就吃吃啊 就吃吃啊 就吃啊 就 就这么样子 一直坚持到停 全部吐掉 所以你们可以看到 同时 这就是演员的第一自我和第二自我 第一自我感到呦 臭了 但第二自我 你还得嚼 还得有脸上表情 得是香味的感觉 眼睛看得是美味 心里说不能咽 不能咽 嚼 就是只有嚼而不咽 所以这个呢 是没办法 因为有的时候这个 演员的腹伤啊 受伤啊等等吧 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是一个职业的本身呢 是带来的这个这个 它本身也可以说是难处吧 所以在激功剧组的那段 创作生涯拍戏的经历 也可以说是有苦有乐是不是 这是职业的必然 这个因为我们表达的是 我们心中美好的艺术 所以一定要像传统 像经典大师告诉我们的 要热爱自己心中的艺术 为它可以付出生命 但是绝不可以爱艺术中的我 艺术中的自己 爱自己 这是不行的 是搞不好艺术的 因为心中对艺术的那份爱 才有了我们一直所说的 尤老师的坚守 才有了那么生动的人物形象 尤老师 在您讲述的时候 我手中多了一条道具 一条哈达 我相信您 这条哈达应该很好地表达了 您刚才讲的演员的热爱的一份 沉甸甸甸的温暖的 纯洁的回报 我曾经接受过 两条小哈达 这是在1991年 我随着中央代表团去西藏 在四千五百米的高原上 纳曲演出 氧气不够 氧气只有三分之一啊 喘不过气了 我当时唱季工歌 就唱到 哎 刚才不是听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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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啊 走 哎 哎 哎 就不能这么唱 不是这样唱 是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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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生命唱 嗯 唱完之后 一到后台 说 后台有两个藏族小朋友 等着我呢 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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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我签名 两个小朋友 小学生 给我献了一块哈达 不是这么大的 不是 就像小绷带那样的 纱布 纱布绷带似的 这么长 嗯 嗯 他们说 当时在西藏 刚放了 放完了我的六集 技工的藏语版 嗯 他们非常喜欢 说没看够 嗯 还想看 能不能再拍的给我们看呢 当时接了这哈达之后 我这 这就是沉甸甸的 当时 我说好 我回到北京 一定干 就为你们拍 因为 当时技工 要不要往下拍 不是个人有权利做的 有的认为 要建好就收吧 嗯 别再干了 建好就收吧 不然的话 你瞧了吧 准 砸锅 那 这个就是都从个人的得失考虑 嗯 那这样的话 就会影响我的名誉啊 可是您当时一口就答应了小朋友 对 这些事都没在脑子里转过 当时因为这两个哈达 嗯 代表了他们的心 嗯 我们作为演员 总是想获奖 这都是作为一个演员 非常正常的一个梦想 但是我当时 接受这个小哈达的时候 我就觉得 行了 醍醐灌顶 我做记忆工的续集 就为他们 这 就是我得到奖品了 我五十多岁了 这就是我 所得到的最高的奖赏 所以回 91年回到北京之后 继续努力 三年之后 剧本写完了 嗯 然后 98年终于把这个 激工的续集 激工游记 二十集 开始在全国播放了 一直到现在 嗯 有的电视台还在放 嗯 还能给大家带来快乐 所以呢 我觉得 死而无憾了 我相信当年送上小哈达的小朋友们 应该已经长大了 而且应该已经看到了后二十集的续集 尤老师没有食言 真的做到了 因为小小的哈达 交换的是一份敬意 其实交换的是彼此的承诺和心意 嗯 那今天呢我们也请到了一位非常年轻的来自北京舞蹈学院的青年舞蹈家 他也是因为爱上了您演的激工这样一个角色 所以在他的学业当中 他拿您的这个角色作为原型编成了舞蹈 拿这个舞蹈去参赛成为了他挚爱的一直在研究的作品 我们有请舞思铭 完成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谢谢吴思明 吴老师您这段舞蹈表现得怎么样 好啊 精彩啊 这是舞蹈中的技工 技工的舞蹈 非常好 他用舞蹈艺术表达了技工 怎么想起来的 那个 这个剧目最开始创作的时候 是我的老师 胡言老师 当时他也是受老师的影响 然后关注了这部电视剧 也是从小对他 有很大影响的一部电视剧 所以他从里面 从您的表演中 提取了这么一些东西 然后把它编在了舞蹈中 因为觉得这个形象 在舞蹈中没有 但是它应该留在舞蹈中 因为舞蹈 也是我们中国的文化 我们需要 通过各式各样的语言 来表达我们中国的文化 那对于你在推敲 这个角色的呈现的时候 你觉得你最用心的 或者说最不容易的功课的是什么 跟尤老师说说 舞蹈来说 其实和哑聚多多少少有点像 我们的每一部 每一个表演 每一个动作 每一个眼神 都要让观众 明白你要干什么 能让观众对你有所共鸣 在这个方面 我其实做了很多努力 因为尤老师的技工 演得太出身入化了 而我只要和他不像 别人就会觉得 这个技工不行 为什么 因为所有人的脑子里印的 都是尤老师技工的样子 他会拿这个东西 和我的技工做对比 对 所以说当时很大压力 因为太经典了 我觉得是情动于终 而行之以外 你情不动于终 你的眼睛传达不出神来 我觉得他已经尝到了 舞蹈的艰难 艰巨难 你还要加强 这个节目好玩 要好玩你就举重若轻了 要玩起来 还要玩起来 还玩起来 放开 放浪行害 尘全心胸 心中 有一个什么呢 心中有佛 这个佛是什么呢 佛 众生 人民 小孩 我觉得要向小孩 学习高兴 学习欢乐 你看他们跳 很高兴 很好玩 加强这个 乐观 解放自己 心灵解放 得到这个乐趣了 不是学一个表情 而是心里头 哎呀 你真可爱 哎呀 真好 哎 我们合影 这个活泼泼的 心灵 什么时候 你心灵解放到什么程度 你的技工就活到什么程度 2013年的时候 尤老师 也是自费筹备的一部 可能说是清新之作 话剧最后的胜利 上演了 那个时候的尤老师是82岁 跟他的团队在舞台上 带来了一场 让人赞叹的戏剧 这部话剧 是我08年 接受了一个剧作家的建议 他认为我可以演红衣大事 杭州的胡宝寺 杭州的胡宝寺 800年前 季工 葬在那儿了 700多年以后 李淑桐 在胡宝寺出家 85年我演了 季工 2010年 2010年 我在演了 红衣大事 向他致敬 因为这部话剧 不是票房戏 不是热闹戏 而是一部非常安静的戏 我们从2010年 首演之后 到现在 到去年的年末 演了81场了 我们是全家 干了这件事情 因为票 不是个票房戏 但是呢 我们全家觉得 这个戏值得做 所以自己们 反正我们 就把公司房子卖了 把房子都卖了 对 投入这部戏 因为房子 也是寄贡给的 可是中国人都讲究 至少要有一套房子 那是我们安家的家 那您怎么舍得呢 家里人又怎么能支持呢 我没有那种安家思想 现在我的 我的生活方式就是游 到处游 游戏人间呢 到处去演出 是吧 我们这个戏你看 在全国各个省演 演完之后你看 结果去台湾演出了 也去香港演出了 以后还要到其他的 别的地方去演出 可以说我们让 李淑彤 洪一大师 走上国际了 这也是中国人物 中国故事啊 还有好些国家 都要邀请我们去 因为洪一大师 他是高善养止 他已经 他追求的 不仅仅是精神生活的满足了 他追求的是 灵魂生活的满足 和追求 他是要灵魂的进化 向经典致敬 与时代同行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 本期中国文艺周末版 向经典致敬的致敬人物是 著名表演艺术家 游本昌 请全体起立 让我们共同聆听致敬词 一个人 一部戏 一段缘 一辈子 无论是戏如人生 还是人生如戏 观众在你心中 都是第一 你说自己的舞台 是观众为你拖勤 而技工的存在 就是广洁欢喜 因为你 我们相信了破烂中的完美 露出了疯癫中的道理 因为你 我们看见了 气恶扬善的希望 理解了佛心同源的真谛 唯求与人为善 方能济世为功 中国文艺向经典致敬 有本昌 让我们把掌声送给游本昌老师 感谢他 一生为表演事业的付出 谢谢他 同时我们用掌声 有请郝爱民老师 刘全力 刘全和老师 为游本昌老师 送上我们中国文艺的 纪念印章以及鲜花 有请三位 我们也请游本昌老师 和几位嘉宾 一部签名台为我们留下印记 1986年 季工电视剧 被观众们所看到 到今天已经30周年了 我们30年也是 给这部戏过个30周岁的生日 也是为游老师送上一份诚意 祝我们的传统的经典文艺 永远流传 一般脸儿哭 或一般脸儿笑 是哭是笑 那只有我知道 一般脸儿阴 一般脸儿阳 阴阳亮全 好啊好相貌 嘿 嘿 嘿